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用在细节里面做一些小技巧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字面意思T K 他们两个发音 但是没有硬性的要求 说必须是这两个音 就是类似于 还有类似于这种发声方式的音 都可以放进来 随意的跟着你的心走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暂且今天用 还有这两个音来做这个示范 首先你要把它们俩连起来 可以做一些音调不同的 有便于区分 慢慢的连起来它 紧凑一些 好就这样练 诶 懂了吗 很简单就是TICK TICK 刺客刺客 这种感觉 刺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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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刺客 然后做一些变化 你的嘴型 还有你的这个发声的位置的变化 这种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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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都可以放 好 掌握它之后把它带到节奏里练习 会更加的好 是 补这个咖 这个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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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好 基本就这样练 之后你自己可以随便的把它改动 怎么改都可以 非常的灵活 记住 TK TK 这两种发音 然后 freestyle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OK TK交给你 学会了吗 下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啊 阿星 关注 屏幕下方的公众账号 回复必报教学 我在后台等着你